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自奥战结束以后 东亚经济体在工业现代化竞争中 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 比如日本、韩国、中国 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 我们不用失败这个词吧 说出来有点伤人 就是做的没有那么好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高情商 比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如果按地理位置粗略划分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问 为什么东北亚行 而东南亚不行 按理说大家当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 一片废墟百叶带新 可几十年过去后 我们看看日文发达国家 韩国前几天刚刚宣布他们也发达了 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再来看看东南亚 有很大进步空间 有人说你怎么不提新加坡 人家人均GDP亚洲第一 由于这个国家实在太小 产业结构并不完整 再加上恶手马六甲海峡 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人家是老天爷赏饭吃 所以没有多少对比参考的价值 不在本期视频讨论范围内 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为什么跑着跑着 有人就掉队了呢 大家觉得是为什么 人不行 制度不行 还是风水不行 这期视频为大家读的书叫 《亚洲大趋势》 作者乔·史塔威尔 一名资深的亚洲事物观察家 对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研究颇深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就是探讨刚才那个行和步行的问题 不时鲁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我们来看看一个旁观者 是怎么看待亚洲 这几十年的发展差异 这本书的解读 又是三期视频起步 大家搬好小板凳 且听我慢慢到来 三百年 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 突破不了的一个魔咒 除了夏商周上古三代 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时间 都没有超过三百年 唐朝二百九十年 明朝二百八十年 清朝二百七十年 清朝十四年 吾不是其信也伯彦 其王也忽也 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 都无法逃脱这个历史周期律 直接原因就两个字 土地 每个王朝建立一旨 都识人证均田地 休养成熙一段时间后 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这时候封建地主阶级 开始搞土地兼幣 地主的地越来越多 农民的地越来越少 然后再来个昏君 搞一堆沉重的摇曳赴税 农民基本上就吃不饱饭了 王朝末年 无不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最后大家揭竿而起 掀了桌子重新洗牌 所以土地问题 是古代封建王朝的 命根子问题 同样在现代化国家 土地政策也决定了 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东北亚会成功 而东南亚会失败 史达维尔在亚洲大趋势 这本书里总结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 各个国家在土地政策 这一块做出了 不同的选择 有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土地 或者说农业 对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发展 如此重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再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名字叫 枪炮并军与钢铁 应该很多人听过 它里面也提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欧洲人 征服了美洲印第安人 而不是反过来 印第安人横渡大西洋 殖民欧洲 我们第一反应 当然是欧洲人 有厉害的枪炮并军和钢铁了 但为什么欧洲人 就能搞出尖船力炮 而美洲印第安人就不行呢 作者抛根问底 一直往人类租坟上跑 跑到人类刚下树直立行走 这才发现 之所以人类文明 在后来发展中 产生巨大差距 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 欧亚大陆的人类分支 先学会了栽种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作物 以及驯化了羊马流这些动物 率先进入了农耕文明 而美洲大陆长期处在狩猎文明 因为它们只有草泥马 农耕文明可以让人类 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 从而伸展出更多粮食 养活更多人口 也能养活更多的闲人 闲人吃饱了饭 坐在树下就会瞎想 为什么苹果往地下掉 而不是往天上掉 有了更多的人口和职业分工后 就会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 最后产生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国家体系 同样的逻辑 也能解释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农业对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发展如此重要 回到70年前 澳战刚结束 东亚各个国家人民 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饿肚子问题 国民能够养活自己 是发展的一切前提 同时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国家 工业还没发展起来 只有靠农业 才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人口 那时候东亚各个经济体75%的人口 都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后来工业渐渐发展起来 很多农民到城市工厂打工 农业又承担起了农民的失业救济功能 一旦农民工在城市失业 他们至少又回家种田 这最后一条后路 农业发展起来后 农民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 从而为制造业的发展 垫底市场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初起 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 就是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如果早期农业薄弱 不能做到自给自足 国家就不得不耗费 大量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 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 引进先进的工业设备 这就相当于间接拖了工业的后腿 所以要想发展工业 必须先发展农业 具体怎么发展 第一步当然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 封建社会 土地资源分配极其不公 地主阶级控制着大部分土地 农民都是电农 在旧中国10%的人口占有80%的土地 其他东亚国家情况也差不多 所以二战结束后 东亚各个国家最紧迫的人物 就是进行土地改革 重新分配土地资源 但当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 导致土地改革的结果天差地别 为将来的工业化发展 埋下了伏笔 有的成了电脚石 有的成了绊脚石 还有的搬起石头 撒了自己的脚 我们先来看日本 二战战败后 日本被美国全面接管 如何拔掉军国主义毒牙 将其驯化成一条温顺的现代化国家 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头等大势 美国人也知道 要想让日本看好门 首先得让他们吃饱饭吧 总不能我打败了你 我还得咬你 那我吐什么 吐冬阴热吗 吃饭问题只有通过土地改革解决 但具体要怎么改 美国政客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 日本的土地也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 改革就必须分他们的地 另一方面 美国的价值观一向主张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强制再分配他人私有财产 不是他们美国人的作风 美国政客那边查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让日本政府自己去搞 那时候日本政府里 代表大地主阶级的保守势力占多数 他们怎么可能愿意 把自家的地拿出去分给老百姓呢 所以改革一直受阻 推进不下去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日本 就这样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开始支持共产党 对那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心向往之 美国一看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日本搞不好就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 这还得了 当时冷战背景下 美国正准备把日本打造成反共桥头堡 这要是赤化倒向了苏联阵营 那不得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了 一说到国家安全 美国政府可就不困了 1950年 五星天皇麦克阿瑟 宣布日本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责令立即解散 并扶持右翼势力上台 大量清洗日本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左翼势力 但光清洗共产党是不够的 日共之所以声势越来越大 是因为有底层老百姓的支持 美国现在算是明白过来 日本政府要想赢得广大群众的民信 必须得把土地重新分配 为了防止日本赤化 美国终于下定决心 要在日本搞彻底的土地改革 于是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下达了一份 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备忘录 责令日本政府三个月内 向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提交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 意思就是 日本政府要是愿意体面改革 就让他们体面 要是不愿意体面 就帮他们体面 既然太上皇都发话了 日本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 也不敢再阻挠 很快提交了土地改革方案 具体措施就是允许地主保留5公顷土地 超过部分国家统一收购 然后再低价卖给农民 同时也允许农民和地主直接交易 这就留下了很大的漏洞 地主有很多方法可以钻空子 而且当时日本超过5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 只占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地主都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方面拿到这份土地改革方案一看 很不满意 糊弄我是吧 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后面要考 他是美国政府处理日本农业问题上的重要顾问 拉德金斯基 大家一听这名字 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正宗的美国人 其实他出生于乌克兰 后来为了逃离俄国革命 加入了美国国籍 进入美国政府工作后 他就一直从事亚洲农业问题的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原因是在苏联的经历 让他总结出一个教训 即共产党如果没有果断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获得政权 日本战败后 拉德金斯基被派驻到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成为迈克阿瑟的幕僚 专门负责日本土地改革事宜 在深入研究了日本国内的土地问题后 拉德金斯基一眼就看出 日本第一次拿出的土地改革方案 简直就是隔靴骚痒 他极力劝说迈克阿瑟 必须给日本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让他们进行更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削弱 日本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支持 最终迈克阿瑟同意了他的主张 并直接让他的团队起草新的土改方案 然后下达给日本政府 表示你们也别在那装样子了 就按我们这改 很快日本第二套农地改革法案出台 这次规定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 不得超过三公顷 用于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一公顷 超过部分全部由政府强制征收 征收价格由政府定 而且当时日本还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 地主拿到手的钱或者债券很快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同时政府把白菜价买来的地 在大白菜价卖给农民 并允许农民分期付款 最长期限可以到30年 同时还给农民提供低期贷款 为了确保土地改革在基层的落实 各地相继建立起农地委员会 也就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日本农协的前身 这一次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200万公顷的土地 占日本国内耕地面积将近一半 日本农民基本做到耕者有其田 实在日本首相吉田茂称这次土改为 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的最彻底的土地改革 20世纪50年代 当日本城市地区还在为恢复到战败前的生活水平 熬苦苦挣扎之时 农村地区的产出和消费 已经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1955年农业为日本提供了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 和五分之二的就业岗位 可以说日本的这次土地改革 为日后日本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大家能理解 为什么麦克尔瑟离开日本的时候 上百万日本民众汇类送别了吧 毕竟他改变了日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美国在亚洲的另一个小地韩国 朝鲜半岛的情况要更复杂 因为它涉及到美国、苏联、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多方利益 如果说阿富汗是帝国坟场 那朝鲜半岛就是帝国斗兽场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投降后 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 分别接管了南北朝鲜 当时美国的主要经历在日本 导致南朝鲜一度出现权力真空 各方势力纷纷登场 其中有左翼、朴健勇的朝鲜共产党 右翼、宋忠宇的亲日派 还有10月刚从美国回来的李承晚 以及10月从中国重庆回来的金九 这一批临时政府派 各方势力明争暗斗 南朝鲜政局陷入一片混乱 美国一看 这怎么行 必须要扶持一个代理人上台 但要扶持哪一派呢 大家就算不了解那段历史 根据我刚才的描述也能猜到了 当然是扶持从美国回去的李承晚 李承晚很早就投身于朝鲜半岛的独立运动 1904年 作为高宗皇帝李希的秘使 初始美国相继获得哈佛大学硕社 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英语说的比韩语都流利 美国当时急需一个这样的亲美派代言人上台 只不过美国人没想到 一个在西方留学回来的博士 坐上总统宝座后 搞专制独裁比谁都厉害 最后晚年被赶下台 又逃回了美国夏威夷 这是后话不多说了 李承晚虽然有美国的支持 但因为常年人在国外 回国后并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决定拉拢右翼势力韩明党 让他们控制了政府各个要害部门 韩明党内多是保守的大地主阶级 占有国内大量土地 并且很多在日本殖民时期 跟日本人有一腿 也就是韩奸 所以等李承晚上台后 再想进行土地改革 就遭遇了强烈的阻挠 政府内部对于到底是 有偿没收有偿分配 还是无偿没收无偿分配 还是有偿没收无偿分配 抄得不可开交 农领部企划部 国会三个国家机构 分别拿出了三套不同的方案 各方都代表自己的利益阶级 谁也不肯让步 政府方案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 国会方案被政府 以无法公布为由予以抵制 就在南朝鲜 为土地改革撕的偷破血流时 北边传来一声惊雷 1946年3月5日 北朝鲜临时委员会 颁布土地改革令 将国内大地主的土地 无偿没收 并且无偿分配给全体老百姓 4月13日 北朝鲜宣布土地改革完成 共计没收土地96万公顷 让68万户无地农民拥有了土地 北朝鲜的土地改革 让金日成的威望大增 当时的媒体甚至称赞 孔子孟子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 被金日成将军解决了 你看这话说的 孔子孟子再牛逼 也不能解决你们朝鲜的土地问题啊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南朝鲜 南朝鲜的老百姓们群情激愤 为什么北边老百姓都分到地了 我们分不到呢 是不是制度不行啊 不行的话我们可得换颜色了 这时候美国军政厅警告南朝鲜临时政府 再磨蹭你们到时候连夜休红旗都来不及了 保守势力最终妥协 出身于大地主阶级的韩命党党首金信珠就曾坦言 唯有农地改革是阻止共产党的最善之法 在各方妥协下 南朝鲜的农地改革法终于颁布 确立了有偿没收有偿分配的原则 规定地主拥有土地不得超过三公顷 政府以土地年平均生产量150%的价格收买地主的土地 然后再以125%的价格分配给农民 简称中间商补差价 就在韩国准备正式开始分地 被朝鲜打过来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 把尼扯晚军队一路打退到韩国最南端城市釜山 后来的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韩国的土地改革因为各方势力博弈 短短续续持续了将近20年 但最终它还是完成了 为后来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土地改革 这段历史我们是最熟悉的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就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 建国后又进行了多轮土地改革 这些历史书上都有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 说一点大家可能不熟悉的 其实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尝试搞过土地改革 但后来都失败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国民党的基本盘就是大力主阶级和买败 让他们割自己的肉怎么可能 老奖的处境就像那句话说的 反腐要亡党 不反腐要亡国 怎么选 小孩子才做选择 正经人 谁选啊 老奖知道怎么选都是错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错就错 溜了溜了 没想到逃到台湾后 蒋介石在那边大刀阔斧搞起了土地改革 这段历史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帮助蒋介石搞土改 和国民党联合设立了一个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美方派过来的代表名叫 乌尔夫拉德金斯基 啊 考点来了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 对 就是之前那个在驻日盟军司令幕 做日本土地改革的顾问 后来这个人又被派到菲律宾 但在那地方他却没搞成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地改革还是很彻底的 为什么在大陆没成功 在台湾却搞成了呢 很简单 因为国民党在台湾没有土地 分的都是当地地主的田 割的不是自己的肉 当然就不会觉得疼了 抗他人之楷 美滋滋 总之二战后 东北亚各个国家不管过程怎么样 结果都成功的进行了土地改革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为后面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但东南亚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们以菲律宾为例 1521年 麦哲伦率领西班牙元针队登陆菲律宾群岛 自此 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300多年 1898年 美国打败西班牙后 菲律宾又成了美国殖民地 二战期间 又被日本统治了三年时间 一直到二战结束 1946年 菲律宾才正式独立 经过长达400多年的被殖民统治 菲律宾的土地所有权是这样的 80%的土地其中在大地主手里 租给电农种植粮食作物 剩下20%的土地在跨国公司大财阀手里 雇佣工人种植高附加值的热带农产品 所以菲律宾的农民是啥也没有 菲律宾独立后 政府为了避免全面内战 也采取了一些土地改革措施 但受到的阻挠 堪称亚洲各国之罪 阻挠的人是谁 就是当权者自己 殖民时期 菲律宾国内一部分人充当殖民者的代理人 攫取了原始积累 成了大地主大买败 等到菲律宾独立后 这些家族被西方殖民者扶持上位 又成了管理国家的精英阶层 直到今天 菲律宾的政治经济 也都是有200个左右的大家族掌控着 比如菲律宾第11任总统 也是亚洲首位女总统 克拉松阿基诺 她所属的许黄哥阿基诺家族 就是菲律宾最大的几个地主家族之一 虽然她上代后也想搞土地改革 但都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 搞一些例如契约土地和产出分配 等不痛不痒的改革策略 那为什么不搞彻底改革 因为他们自己家族 当时就拥有将近10万亩土地 她的弟弟小和赛徐宾哥 还是菲律宾议会中 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势力的领导人 在改革政 他们家族利用政治特权 使其自己家族土地不被分出去 很熟悉的路说 豪生的钱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三期分成 你说这还改什么改 顺带一提 后来她的儿子阿基诺三世 又成了菲律宾第15任总统 阿基诺的上一任 费迪南德·马克思 丑民照著的大独裁者 在任上也想铁腕推行土地改革 顺带打击一波阵敌 但最终也无法撼动 菲律宾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 另外她自己在任上也贪污了上百亿美元 最后被推翻时 人民群众冲进总统府 搜刮出大量珠宝和奢侈品 阿基诺夫人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后 经过三年的调查 才清算出马克思家族的全部财产 在菲律宾 有1万亩土地 29架飞机 13艘游艇 10亿美元现金 15吨黄金 和价值10亿美元的珠宝 在美国 拥有纽约曼哈顿区 四东办公大楼 两栋别墅 现金及珠宝7亿美元 在巴西有存款3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存了5亿美元 在瑞士银行存了10亿美元 此外 在中国香港 荷兰 英国 巴哈马 等地方都有巨额存款 现在大家能理解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 为什么搞不下去了吧 因为 他们没有县长啊 一个俄城都这么难搞 更何况一个 俄国 东南亚其他国家 大多也是类似情况 如果往根上找原因 主要还是他们受殖民主义 影响太深 独立后 管理国家的精英们 又都是殖民者扶持的 既得利益阶层 一方面 他们需要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 另一方面 这些精英们 在制定国家政策时 摇摆不定 掉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 东南亚失败的土地政策 成了以后工业发展的绊脚石 直到今天 土地问题 仍然是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很多冲突的根源 都是土地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 关于东南亚 史塔维尔还写过一本书 叫《亚洲教父》 重点讲述了 东南亚富豪们 如何通过官商勾结 发家支付的 拔开东南亚金钱 和权利的遮羞布 如果大家对这本书也感兴趣 下个系列视频 我就给大家解读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栋大楼的话 土地问题就是国家的地基 各种意义上的 解决土地问题 需要国家在正确的时间 制定正确的政策 它直接考验了 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 这一步如果走错 后面也就失败了一半 总之 当一个旧世界被砸烂 一个新国家建立一时 搞土地改革 就是为了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他们的公平 当农民有了土地 通过自己的劳动 吃饱饭后 接下来就要开始 迈向工业化了 下期视频 我们将会看到 一个贫穷的农业国 想要实现工业化 最重要的是什么 韩国调政系政府 是如何拿枪 抵在资本家脑袋上 迫使他们配合 国家发展工业化战略 东南亚各国 又是如何被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误导 措施工业化转型 最佳时机 敬请期待 下期 亚洲成败 工业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